一本作詞 作曲 李宗盛 這個菜我是想送給我家人的 但最喜歡吃魚的人是我 因為從小時候讀書開始 我很喜歡吃魚 甚至出了工作 我想我公司沒有人不知道 我是魚怪 我媽媽就是知道我喜歡吃魚 所以她經常會買很多不同類型的魚 和研製很多不同的做法去做給我 我媽媽和爸爸每次做魚給我吃的時候 我爸爸做的東西很厲害 我爸爸最喜歡做酸辣魚給我吃 每一次他們都留給我吃 他們不捨得吃 他們就說不吃 爸爸媽媽不吃魚 其實我覺得他們當然是留給我吃 每一次都好像我自己充公 所以我很想送一道魚給他們 其實我知道他們喜歡吃 不要只留給我 想一家人一起吃 今次我們做的味噌煎銀雪魚 是我自己其中一個最喜歡的魚食譜 因為我很喜歡吃魚 但其中魚裡面我最喜歡吃的是銀雪魚 我也是 對嗎? 很滑 而且很油 很喜歡 對 很嫩 我交給你做一個醬汁 好 其實我們把它混在一起 我們有白麵糞在裡面 還有會加一些味淋 味淋其實是日本的一種烤酒 味道比較甜 而且這裡有日本的清酒 同時我會醃一醃魚 也是簡單的 鹽和胡椒粉 煮食是否一種分享的感覺 其實煮食也會有 某程度上喜歡跟別人分享 但其實我自己 那時很喜歡煮食 我都覺得它是一種減壓 或者輕鬆的感覺 有時剛出來工作 做完發生銀行 都算挺大壓力 有時下班或週間 不用上班或加班的時候 都會煮食 就覺得整個過程 在腦裡去買菜 或者去做準備 然後煮 所有事情都不用想其他事情 就覺得整件事很放鬆 到最後跟自己吃 或者跟朋友吃的時候 那個分享的部分 又更加開心 所以就慢慢培養了 很喜歡煮食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煎這個魚 給一點點油 因為煎的時候 它也會有很多油 會出來了 我們先把皮那邊加 還有一點 就是加一點糖 所以那些銀帥魚 經常這麼甜 就是因為會加糖 和熱酒 沒錯 而且這個 如果你做給朋友 他們會在超級餐廳吃 會覺得 你家裡可以做這個鬆 但其實很簡單 最喜歡就是這些 這道菜 我現在先調成中火 就可以上醬汁了 這個就是整個 更需要心機的地方 我想兩三下 然後又可以翻一次 又再塗一塗 又再翻 即我差不多可以翻 對 現在都比較容易翻 因為它現在還未全熟 如果全熟的時候翻 很容易散 明白 非常簡單 你覺得這個 你家人會不會喜歡 我覺得會 會給它們驚喜嗎 我覺得會 絕對是驚喜 就覺得外面餐廳吃的 女兒這麼厲害 肯定賺到 主要是我的出發點 只有一個 其實是一種 愛和關心的方式 有些人可能是 喜歡送東西給人的 其實感覺是被愛和關心 我的方式 我喜歡煮食給別人 因為我覺得 很幸福 有人煮食給自己 當我小時候 每早起床 有一些媽媽很特別 做的早餐 是給我和妹妹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 覺得很開心很幸福 我就很記得這些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 煮食給別人 去表達這件事 好 現在已經全熟了 我們可以上碟 好 嘩 噴雪魚 對我來說這個 這比牛扒還好 我也是 我加一點裝飾 好 我也喜歡吃芝麻 整件事都清醒了 完成了 好了 吃了 好 拜拜 哈哈哈哈 你送了沒有 你送了沒有 我… 你送了沒有